现在咱说说出去吃饭的事 明天正月十五了 估计很多家里都开始聚会了 你们想过咱吃个烤肉吧 那挺好啊 其乐容容热热乎乎的 烤肉吧 都是那种一上来之后 一条长的或者一大块的 都需要拿茧子去剪一下 剪生肉或者剪熟肉 你们想到过 您剪肉那个茧子 曾经有人剪过指甲 脚指甲手指甲的 手 什么指甲都不行 对 还往处崩的那种 就感觉特别的反胃 还在那抠 结果呢 这一幕正好被时刻给拍摄了下来 到底哪家烧烤店呢 咱看看吧 2月12号麒麟延边 网传一烧烤店员工 用烧烤剪刀剪指甲 13号 烧烤店老板张女士称 目前该员工已经被开除 是管理上的失误 现在的员工已经被我们开除了 对我们是管理上的失误 我们的剪刀夹的 现在走出碗上收起来 进行消毒的 它剪指甲那套东西不是给客人用的 那个是我们是员工吃饭在做的 已经进行整改了 所有的夹刀和剪刀 现在就不放在餐桌上了 就放在消毒柜里 客人哪来的时候 我们先给往上桌 各家上抗上罐了 对吧 这不被人了 这一看就时刻拍摄下来的 旁边还有人吃饭呢 这没人吃饭的时候什么样 后果这是难以想象了 另外呢 就是我们刚才老板也提到了 管理方面的一个缺失 事无巨细啊 我们在管理体系上 为什么要不断的完善 为什么咱们有很多专业的 您像一些参业连锁机构 会出一个管理服务标准体系 这个东西为什么要体系啊 就是很多细节都需要明确 同时要落实